主持人 很棒 謝謝我們的編曲老師伊爾盼同時 很感謝我們的比賽辛苦付出的音樂總監 彈一哲老師 以及我們的TYZ樂隊謝謝 以及我們的聲樂指導優酷老師 舞蹈指導賓子老師和我們的CC老師 把掌聲獻給我們所有辛苦的幕後的英雄們 謝謝你們 V 你是怎麼理解這個場排的周振南 其實我不像其他選手就可能 就像盡力可能會找一個C無極這樣 其實就蠻深奧的這種的名字吧 其實V對我來說就是 因為我的英文名字是VIM 我就只是想用我的開頭就是V那個字母 其實很簡單想法真的很簡單 就做我自己 對 做自己就好了 剛剛在 短片裡面有講到 你覺得 節目組有一些不合理的安排對不對 你覺得節目組做過最不合理的安排 我最喜歡聽這種的來都講出來說說來聽聽看 如果可以下節目 如果可以就編成一首歌的話也是最好的 You man come on 就是 其實我們大家都很不喜歡的一個地方就是 他們把我們宿舍分開了 宿舍分開了 宿舍分開了 你去女生宿舍了嗎 對 這個意思是 什麼叫分開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以前是兩個人一個房子 你和誰 馬老師 對 他們把你們活生生的分開 是切開了 對 切開了 切開 我真的想哭一會兒 但是我有我的工作任務 我忍住了 等一下 我很好奇 是怎麼切 就是說你們不在一個房間了是嗎 對 現在就是所有人都一個人一個房間 其實沒有關係 你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跑到馬國前房間就好了 不太好吧 所以沒什麼 我們要問問當事人好不好 好兄弟順在一起很正常 馬老師對他今天的表現怎麼看 來 馬國前 說實話真的是 我覺得所有的Everything舞臺 以及所有的配合真的太帥了 那個激光真的是 他在做那個 真好 你模仿 你模仿好噁心 一句話 馬國前是不是說 那個覺得周震南的表現特別好 是嗎 對 那和你比呢 和我不一樣 不一樣 我一定要說哪個好呢 硬說 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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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分伯仲 不分宣志 如何點評 首先 老薛 首先恭喜你周震南 你呢 從鏡頭上看變帥了 你減肥成功了 你現在只差一顆跟我一樣厚的鞋墊了 你就完美 好不好 可是 今天是不是忘詞了 對 今天忘詞了 我是這樣覺得 雖然你的工作壓力很大 你每周要寫出一首歌 包括今天還要跟那個周 還有那個馬伯謙一起要開場 可是忘詞就是忘詞 這就是一個比賽 好像如果我嚴厲地來說的話 你這是第一次忘詞 我可以解釋為你沒有那麼用心了嗎 還是 還是 你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做 為什麼不好好 這一周的壓力是不是特別的大 可以跟戲推官們還有我們的觀眾們講講 對啊 其實 說 有什麼都說出來 想第四誰就第四誰 沒有聽說他寫歌寫到崩潰 我聽我們的工作人講 什麼了 對 最近 就因為 就最近寫詞確實有點 就沒有之前寫得那麼快了 然後就一直在 重新寫 就寫了東西 然後又刪掉 然後又重新寫這樣子 對 這是他們對自己要求越來越高嗎 其實是這樣理解 可是從你今天的詞 我整個也看完以後 再看到你 忘詞的表現來說 我個人是不太滿意的 雖然你的跳舞是進步了 有好的說好的 我們有壞的也得說壞的 對不對 不要懈怠 我覺得好像比到現在 我們有很多小朋友 都有點懈怠 是 就是把自己還是放平成親了 我覺得還是要再努力了 這是一個比賽 你要認真 認真 我們每天也很累 我們知道你們每天 每個人壓力都非常大 不管是怎麼樣 你覺得我醒來 有那麼多事情要做 但這是一個比賽 明白 對 下次不要忘詞 你覺得自己的歌很多人喜歡 其實可能並不是 你有很多人支持 其實也還好 你下次唱走音了 然後忘詞了 你再試試看 這個是一個比賽 一個舞台非常現實的 然後希望大家都可以加油 認真對待它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其實 能看得到你的進步 我其實 我應該是從第一次看到你到現在 覺得你是 我心裡面比較看好的 因為你的各方面 你會的東西很多 這個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再加上你有一個好的形象 然後你的舞蹈確實是一次比一次要跳得好 然後秀也是 今天這個激光舞 你也完全撐住了 我覺得很棒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 也是我一直在跟你強調的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咬字和你的顆粒感 其實我覺得 就是如果你每一個星期 時間要是不夠用的話 等一下我先問一下 這個歌是你寫的對不對 所有的說唱的flow 都是你自己編的對不對 對 我覺得你可以下一次 如果你要在自己創作的話 你可以設計的簡單一點 它的整個的律動其實可以慢一點 歌詞不用那麼密集 因為一旦密之後 你的嘴巴的語速一變快 你就會咬不清這個字 就會聽得很亂 你知道其實說唱有很多種風格 包括不光是HIPHOP 然後的電子樂 包括搖滾 有很多種說都可以說唱 那其實說唱可以把它的flow變得很慢 變得慢一點之後 因為我聽到你唱歌是有情緒的 唱說唱的時候你有情緒 你有這個層次感 你有輕的部分 有重的部分 該爆發的爆發 這個是很好 非常好 所以說你唯一一個缺陷就是 你快了之後咬不清 然後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為什麼基本功很重要 音色很重要 我可能 sorry 我可能話有點多 但是我很想讓你知道 要不然的話 你這個問題一直解決不了 比如說 比如說 很多人一個鋼琴手 他可能 很多人剛學鋼琴的時候 就很羨慕那些彈得很快很快的人 就做到鋼琴上 從頭到尾 從最低音彈到最高音 很酷 剛學打鼓的人覺得我打得好快 越快越好 踩雙踩 踩那種打重型 跟機關槍一樣 那種踩 速度好快 然後唱歌的人也是一樣 剛學唱歌的人就想飆高音 我要飆 嗨C 嗨D 嗨E 最後嗨症神經病 就是 就是 就是很多人會追求這個東西 但是往往這樣 因為我是玩樂隊的 以前出道之前 所以我身邊的人都是 他們打鼓打了十年 可能到最後 可能只有頭兩年會去追求雙踩 踩得很快 然後但是 也許他們打了十年之後 真正在練的是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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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基本的東西 為什麼 他們就是在追求一個 自己手腕控制的這個音色 所以說你的這首歌就是在 不要去追求它的速度和難度 聽起來很難 但是 你這個時候就失去了你的音色 所以下一次 你要去追求自己的音色 這個能力你是有的 不要去追求這個能力 這個速度的能力 好 希望你更好 謝謝 謝謝我們的新推官的點評